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世界的乱象 比如说昨天爆上灯的美国共和党的那个参选总统的 特朗普 他叫什么 特朗普 特朗普 他说他宣布他这嘴可真大 他什么都干净 说我要这个当了总统以后 所有的穆斯林不准入境 太离谱了 另外我还看到欧洲一些的知识分子 在那儿就批评伊斯兰教 就是伊斯兰教本身就含有暴力倾向 我说这疯了这人 我不知道我这看法对不对 我一听我现在先不说别的 我说疯了 因为伊斯兰教呢 在全世界十六亿人 这个爆恐分子 他打的招牌 他靠的呢 就是一个是伊斯兰教 一个是几个特定的民族 你一批伊斯兰教啊 就等于你替他们招募志愿军啊 对 说的对 说的太对 这个 这个 这不是开玩笑吗 是 相反的呢 我所知道的 我新疆我认识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 也是教授之流的 而且是少数民族的 他们最喜欢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伊斯兰教从开始就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 包括教派的高人 也包括诗人 他们特别讲究这个诗 诗人是开放的 是和各个民族各种宗教信仰团结起来的 比如说伊朗的阿菲兹 他的名师是什么呢 我活的时间越长 我就不知道我到底信的是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 还是佛教 还是拜火教 还是印度教 他说了一大堆教 这很叛逆啊 这听着 你听着叛逆 可是人家波斯 伊朗 那他是最高的 说他的地位在波斯就跟孔子一样 对 那是在文学上他包容 他文学上包容啊 另外 另外我最喜欢到处背的一首诗 这次我在埃及 我还给他们背 就是那个波斯诗人呢 那个恶末加谋 他说的是什么呢 说我一首拿着可兰经 一首拿着酒杯 我有时候清真 有时候更得得下 他说这个 在这个蓝宝石 就是叫绿松石 在绿松石一样的苍穹之下 人本来就不应该分传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和异教徒 你说 他也有浪漫 有开阔 对呀 我们应该多谈这个呀 您非得 非得宗教里 你知道现在 你别说现在包括连我们自己国家 现在有很多的汉人呢 都在批评穆斯林 网上给他们取个 现在你知道怎么管他们 伊斯坦教叫什么 叫绿教 绿色的绿 这是个贬称 他们用来当贬称 就是说他们 我觉得这最近发生这些事之后啊 尤其让很多人 包括新疆社 开始也对穆斯林 有部分开始对穆斯林 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偏见 我觉得真的就像王老师讲的 非常危险 你比如说你 我觉得像伊斯兰国 他们极少数的人 这是个绑架啊 他绑架了16亿的伊斯兰 绑架16亿的穆斯林 然后当所有人因此 去针对穆斯林的话 那么受到歧视的 不高兴的穆斯林 你要找人 就是团结的话 那么去那不就找到组织吗 所以这非常危险的事 所以王老师 您格局这么大 我也跟您打一会 就是您说的这个 我最近看了一些个文章 他翻译的啊 其实比如说特朗普 你觉得他特别不靠谱 是吧 但是呢 他有他的一批支持者 你肯定呢 你说有人说 选这个特朗普的 很多都是草根 那就是什么的 但实际有一部分 共和党的这个精英分子 就是他们觉得特朗普 说出了他们想说 但不敢说的话 包括欧洲的 有些知识分子 现在有一种啊 他们就是 我看这些文章啊 他简直就担心欧洲的 这个伊斯兰化 就是移民 说现在这欧洲人 都不生孩子 再过几代人 这欧洲 对吧 穆斯林的人口 比我们还多 很这种担心呢 是很多人 有这种担心 甚至有些人就认为 就是说 伊斯兰的这个生活方式 他就跟巴黎人的 这种生活方式 他拧不到一块去 要是他的人口 占了一个相当比例之后 这巴黎就变成巴黎斯坦 所以您对这个怎么看呢 这说 您这说得非常好 这又证明了 就是咱们上次啊 跟这文道雄一块谈的时候 谈的这个 这个重要性 就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伊斯兰教徒 穆斯林的聚居的地区 他也要现代化 他要发展 他要求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一点来说 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不管你什么宗教 你在此生 你需要越来越文明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幸福 这一点来说 并没有 并没有疑问呢 这个库尔班江 到处宣讲的就是这个 你们不要认为这维吾尔人 是跟你们不一样的人 跟你们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我们也聪明 我们也干活 我们也挣钱 我们也读学位 我们也出国 是不是啊 我们也恋爱 我们也成家立业 也享受现代化 也享受现代化 只有你们能现代化呀 现在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呢 原因之一吧 你这就理由多了 那咱们一下子分析不出来 什么文化本身的冲突 除了文化本身的冲突以外 就是伊斯兰兰地区啊 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啊 它有一种沮丧 有一种挫折感 相对来说呢 这个很长很长时间以来 他们赶不上这个 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呀 那么这种问题 中国人应该最能理解呀 你咱们那个 这个义和团 咱们是什么心情 你受欺负啊 你受 你受这个 你受侮辱啊 是不是啊 你受 受轻慢呢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不是说是想办法排斥他们 而是 怎么样能够 用一种 友善的态度啊 来帮助伊斯兰地区啊 走上发达 嗯 是他们不成为一个 这个 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 成为一个滞后的一群 成为边缘的一群 甚至成为绝望的一群 那我问你 你觉得欧洲人 他能够跟这个伊斯兰 融合吗 我 我当然不知道 很简单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我特别想听 文道雄的意见 比如说 这个法国 嗯 还有丹麦 嗯 发生啊 这个画漫画 或者写文章啊 嗯 这个 无用先知 对这个先知啊 嗯 不敬的 是 这样的一些事情 是 这些事情呢 引起了 某些人的非常 是 激烈的反应 是 以至于发生了爆孔事件 是 发生爆孔事件 绝对是 不可以同情的 是的 因为你这个 你不管人家说了什么话 对 你不能够用这个 这个 这个 用枪弹 或者有炸弹来 来发言 是不是 对 可是我确实我也不懂 嗯 就是这个言论自由呢 它有没有一定的 有没有一定的 这个底线 嗯 譬如说 如果我们在基督教的地区 嗯 直接 抨击 耶稣 嗯 抨击圣武马利亚 嗯 好不好 我觉得 这个恰恰就是 之前我们也谈的那个问题的延伸 就之前我们是说 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里面 出现两股潮流 一个是走世俗路线 民族主义路线 一个就是回归教育根本 就属于基本教育派 现在所谓欧洲穆斯林社会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 欧洲呢 是一个充分世俗化了的社会 平常我们刚才讲现代 大家都要追求现代 有现代生活 现代发展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世俗化 这种现代 是一种西方定义下的现代化 世俗化指的是什么呢 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宗教是你个人生活的事 对 跟公共秩序是没有关系的 就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权要怎么建立 法律怎么来书写 怎么来执行 宗教不应该牵涉进去 你的个人生活 你姓什么教 那是个人的事情 那么公共生活之中 只有一套公共道德 它可能原来脱胎制宗教 但现在跟宗教无关了 这叫世俗化 OK 所以你看 在欧洲 你天主教国家里面 你不能说教宗出来说 我今天号召大家要实质君 怎么样 不行的 你没有这个权利了 现在问题在哪呢 就是穆斯林之中的那种基本教义派 其实基督教也有他的基本 特朗普背后就是这种基本教义派 大家相应相合的 他是反对这样的世俗化观念 他不接受这样的 我们跟他讲 我们一起现代化 人家就不要这个现代化 你比如说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听音乐 你怎么禁止人家听音乐呢 难道听音乐的权利都没有吗 这是人权 他就跟你讲说 人权这个观念是西方的 你为什么西方的东西来理解我们 今天我们中国不就极端国趣派 也有类似的逻辑吗 你不要什么事都套用西方的 我们穆斯林呢 有穆斯林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我们不要听音乐 我们不要看画像 我们不要看窍像 然后在你西方社会 我猜一下 你说这就好像当年 你比如说这个孔子讲那个 这个诗经啊 音乐 叫正声音 有个地方的音乐 就是音会 你不要听 那你说他有没有听的自由 他没有 他觉得最极端 ISIS这种 他就觉得你没有听的自由 你当然没有听的自由 又比如说你说讽刺漫画 说真的在欧洲啊 你比如说像那个丹麦那个漫画 或者巴黎那个 他们真的都嘲讽过耶稣基督 嘲讽过圣母玛利啊 他的现代逻辑就是说 凭什么我能够嘲讽天主教基督教 我就不能嘲讽你穆斯林呢 我一视同仁 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底下 人人都有言论自由 宗教都可以成为言论自由的 我要用这个言论攻击嘲讽的对象 凭什么你例外呢 但是穆斯林真的没法接受这个 所以现在最大的冲突是在这儿 其实这事啊 我觉得就很难解 这就好像中国人 你嘲笑谁都行 你不能嘲笑我的父母 那样就嘲笑你的父母了 你受不受得了呢 这个我听了以后 我也很受启发 他这个这确实有点文化冲突的 真的是有点文化冲突的意思了 这里可是还有一个原因 我不是您想过没有 这个基督教 比如他和佛教 和这伊斯兰教 他们作为这个教派 或者是教会 或者是教徒来说 他们的自我感觉是不一样的 基督教他是有一个优越感的 他现在呢 占领着就世界人类文明的高地 他充满自信 这个佛教呢 他情况比较复杂 因为在印度本身 他已经衰微了 所以他变成了各式各样的一种情况 我就不多说了 伊斯兰教有一个什么特点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因为我新疆的那些 苏林们他们喜欢讲这个 他说共产党应该最理解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在那个 就是社会阶级 阶层比较低微的那部分人里头 发达起来的 所以他反抗性强 是的 他团结性强 是的 因为他老处的弱势 他有一种弱势的这种 这种情感 你比如我们在北京 我们北京人最怕的就是 发生了某一个少数民族 感觉到自己受到侮辱的这个事件 相反的汉族啊 这种事件 他倒没有那么敏感 强势 他强势啊 他是这样 你在美国我也感觉到这样 我第一次去美国 80年 他们念诗 台湾一个诗人就念 说是 早上起来念那个鸡里咕噜 拖泥带水 话也说不清楚 那英语干什么 他一首诗里有这么一句话 一个美国人在念他这首诗的英文一高 一边念一边就笑成一团 如果同样是在美国 一个人说我们学那个中文干什么 那么讨厌 那么复杂 我当时我就能跟他急了 我就不会把他看成是这是一个随便 他处境不一样啊 当然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应该有一种文明 你对这个 而且要有一种理解 所以西方也有 我也最近还看到这些文章 我现在年岁大了 名字我也记不住 就是说 真正解决恐怖问题 一定要我们平等的对待穆斯林 这也是都是一些大人物说的 当然 当然说的很对 你觉得欧洲有这种中心 我认为欧洲啊 有这么一批知识分子 他自我感觉太良好了 他认为他的那个价值观呢 就是天经地义 天经地义 你就不想想跟你处境不一样的 你老板和那个临时工 他处境不一样 那我问您啊 欧美的价值观 代表不代表现代化 是 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 就是现代化当中呢 你同时还要照顾到多元性 不是说现代化 咱们全都一致了 全都变成欧美的价值观了 那是不可能的 而且那样的结果 你不知道底下再出什么事 不过我自己觉得呢 王老师 从你刚才在影视上 我让这个事变得更复杂一点 那先去一下广告 再复杂一点吧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怎么复杂 你比如说基督教啊 基督教文明 或者基督信仰文明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太容易 把它等同于西方文明 但它真不是一回事 现代西方文明 尤其是欧洲 比美国更世俗化 或者美国的大城市地带的一些人 尤其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这些人 他不会简单的认同 我们的文明叫基督教文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恰恰基督信仰的 很多的热心的支持者 今天不觉得自己强势 他觉得自己弱势 特朗普背后的那些 极端的基督教的保守派 他们的基本教育派是什么人 恰恰就是这种很没信心的人 对 我听到的经常是欧洲的这种 哀鸣啊 这种焦虑 我们快完了 我们衰落了 现在是穆斯林崛起了 没错 这种声音 很简单嘛 你比如说你一看 我们基督教徒 在美国在欧洲这种地方 我今天叫大家上教堂 没人来 我今天说个反对堕胎 结果你们这个堕胎法顺利通过 我反对同性恋婚姻 你们又通过 你看人家穆斯林 穆斯林国家 十六历人 很团结 该干嘛 该干嘛 上下一条心 而且生孩子越来越多 还到处移民 我们不断缩小 你知道现在天主教 最大的问题在哪 天主教我们一直 以前中国的印象就是 欧洲神父来中国 到第三世界传教 带着圣经 现在完全反了 欧洲不够神父了 没有白人当神父 现在神父从哪来呢 你在欧洲看到很多 菲律宾神父 是过去他去传教的地方 那些出神父 回欧洲传教 神父不够 神父不够 现在是亚非拉 回去欧洲给他们传教 基督教也有类似情况 所以变成 他恰恰今天很衰微 他觉得穆斯林 这个力量太强大 那么所以现在问题 很复杂 就是欧洲是世俗化社会 对穆斯林不满 基督教最保守的那派 一样也不满 而穆斯林当中呢 最保守的这派 他就算移民过去 他还是觉得 我不能接受你们 当然也有很多 很开明的穆斯林 所以这里面层次 非常乱 我觉得没办法 我深深的感觉 就去埃及 去土耳其 感觉到就是 中国的一句老话 就是乱象 匆生 你现在分不清 谁跟谁 到底怎么回事 比如刚才说 您说那个 基督教 我也完全 能够理解 我相信您说的 非常的重要 但是那个 欧美知识分子 他们在这个 价值观念上的 这种优越感 这种自恋 我觉得也有 自恋 也有 为什么呢 我这体会 不知对不对 中国文化吧 孔子的时候 特别强调一条 就是 己所不欲 物施于人 有人还给他 发展一步 完全错了 己所欲 施于人 那不见得 因为你己所欲 人家不欲 而这个欧美 欧洲 尤其是 一开始是基督教 现在他教会 并没有 并没有那么大力量 甚至于衰微的 都可能 但是呢 他们有一种 传教式的热忱 这种传教式的热忱 这种传教式的热忱的特点 就是己所欲 一定要施于人 我觉得好 比如说 这个欧美的民主 他们做得很好 我们假设他做得非常好 于是 那个布什总统的逻辑呢 就是 如果再把民主带到伊拉克 带到利比亚 那当地人民就可以进入天堂 这爽了 这爽了 这就是己所欲 事于 还有一种己所欲 事于人 最明显 就是强奸 我 强奸呢 我想做爱啊 那你不想 你不想做爱不行 我必须 必须我做你的爱不可 而且你也得爽 你也得是必须爽 你也得说爽 这就太要命了 所以你比如有些 说我可以嘲笑耶稣 我可以嘲笑圣母 我可以 我凭什么不然嘲笑 我可以嘲笑凡提港 我可以把这个 耶稣的故事 什么 耶稣的 夫人的故事 摩大拉 编成了这个 达芬奇 code 这个达芬奇密码 对 那么我 为什么不能嘲笑你呢 但你要想想 我们不从法律 说 我们从文明上来说 一个人特别在乎的事 特别不希望你那样做的事 你为什么非要那么做呢 我也不懂这个 所以我在埃及和土耳其 还听到这么一种说法 这个说法我也不知道 说的对不对啊 就说呀 亚洲啊 这方面态度好一点 因为它也没那么直接 而且他们举例子 说你看 日本 中国 他从来没有 这国内 没有这个 这个 就是 指斥 可兰经的这种言论 他绝对没有 中国他绝对不允许你这么发表的 他们避免这种刺激 某一种 我们主持人要犯一个这错 犯错您干了 磕头如捣蒜的呢 您干了 您干了 那就完了 就完了 饭碗砸了就 那真是 咱们接着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王老师这趟友好之旅 咱们还得看一看 还有几张照片 瞧 这是那个凯末尔纪念馆的前面 我看您就像凯末尔 我不想 人是将军 我发现您这照相会摆姿势啊 哎呦你瞧 这不是这是 这就是凯末尔的范儿吧 再看看 这是土耳其的副总理 哦 副总理 你再看下边 哎 这是 这个是 抗力 清宣 这也是土耳其的一个 一个什么什么地方 我想不想 还是安卡拉 好像是 哎 我刚才看见丝绸之路上的珍珠啊 我就想起来啊 现在就是说 土耳其的这个领导人呢 前一阵跟这个咱们习主席什么会面 他在谈一个概念 咱们讲这个这个一带一路啊 丝绸之路啊 他那讲着一个概念叫中间走廊 对对 他说这两个是个跟中国这个接口 接口 而且他说呀 丝绸之路的终点呢 就是伊斯坦布尔 是 就原来的军事坦丁 对 不是罗马吗 从罗马再算出去 这有一种说法 反正他这也是一种说法 是种说法 这都是 土耳其方面呢 算愿意和中国表示是好的一些说法 这土耳其这民族自尊心 我也能体会 我还听说他们那有一种学术啊 就认为啊 整个人类是 就是土耳其是源头 包括分明 这是有可能是真的 这种啊 这一类的 我就在这各国中 我都到处都听见 美国家的 韩国呀 参加那个 什么文化讨论会 他们就说 第一 西方文明在衰退 东方文明在升起 东方文明呢 一种是大陆文明 就是中国代表的 一种是海岛文明 是日本代表的 两个呢 都有缺陷 那么最好的是半岛文明 韩国 所以这个 我觉得也挺好的 但是考古学上讲啊 就今天的土耳其 不是今天 那些遗址的人 跟今天土耳其 没直接关系 但的确是在这个地方 现在能找到 人类最早的聚居地 就人开始聚居啊 村庄也好 什么 真的就在土耳其 而且不是老说 亚历安人 亚历安人吗 但学术界下 不叫亚历安人 因为这个语言 被纳粹用坏了 就古印欧人啊 这种人很奇怪 是从来没有在考古上 明确找出 有这种人的存在 但大家都说有 因为是从语言推的 我就看土耳其 这种学术 他甚至主张 希腊文明 中国文明 他都是组织 印度 主要就是所有 我们以前说 是亚历安人的 那些源头 像印度 废陀这些传统 希腊 整个欧洲 如果真是有个 古印欧人的话 现在学术界里面 其中一个相当多人 支持的说法 这个古印欧人的来源 很可能就是来自 土耳其东部 您就说啊 就说这个所谓现代化 咱就咱过去以为 西方代表现代化 但是你看 现在又有越来越多的 就是说西方在衰微 好像是这个东方在崛起 中国在崛起 这个未来 怎么定义现代化 不是 现在已经现代化 已经 已经 不是赶朝头的了 现在后现代了吗 后现代 这种话没什么好聊 我记得以前 五六十年代 那个时候 大家都说 这个西方 有很多地方也不行了 菲律宾在崛起 就那时候 菲律宾经济很迅猛 这种事 这个风物啊 还是得放长眼光来看 那 你说 不能这么简单 但是我们呢 我现在说的现代化呢 态度上比较明显 就是说 更少的贫困地区 对 达标的一个生活质量 富裕文明卫生 对 它基本的人权的享受 像这些东西呢 应该说